聪明的女人都知道鞋子对整体的造型非常重要,一双鞋子可能会提升造型的层次感,同样也会使造型毁于一旦。 当你从一个门进来的时候,很遗憾,别人也许不会看你的脸,但一定会看你的鞋子。 鞋子直接联系到你的审美,看看这期就总结了一些关于工作的经验吧。 10年下来,我算了算,最少也看到了30万人穿的鞋子,发现有90%的人都花了冤枉钱,却没有达到那双鞋子的最高价值,反而显得廉价补气。 今天我们只讲统称为运动鞋的这些款,当然舒适是前提,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,更不用讲,买鞋就要选舒适的。 这期主题呢,我们既要舒适,又要显高级感。 我们选鞋子的时候,看的真的是眼花缭乱,单看款式,颜色,真的不知道要选什么样的。 其实呢,日本的Amazon的话,它的页面还算比较干净的,统一化啊。 如果要是看中国的淘宝,什么天猫啊,这些网站,你要输入鞋子,真是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款,它都能给你跳出来。 这里呢,大家只是看款式,可以忽略日文。 我觉得呢,有代表性的鞋子呢,就是可以在这里截图下来,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。 首先呢,就是这双皮质的鞋子吧,看似是运动鞋,穿正装可能还也用得上吧。 虽然大了,穿这样的鞋子应该是特别多。 当然呢,我相信它一定是很舒服。 广告词写得也非常好,走路不绊脚,膝盖不会痛。 我倒是呢,没看出它哪里有那么神奇。 单体它的款式呢,比如说同样是纯黑色,又轻又软,还防滑。 这些销售量真的是很大啊。 而且呢,价格一点也不贵,穿坏了也不心疼。 主要呢,就是我是想对比一下哪个更显高级,哪个看上去呢,更显贵。 你们说呢,别忘了留言告诉我。 我觉得呢,我会得罪很多厂商啊,还有这些商家。 其实呢,我也会得罪已经拥有这双鞋的人。 天天讲这种话题啊,真是风险太大了。 看到这里呢,请鼓励我一下,给我一个赞,欢迎订阅。 其次呢,我们看看这双鞋,我从多少年前就一直在关注这双鞋。 为什么穿的人就那么多,真的无法理解啊。 而且这个价位还不便宜,贵一点的话呢,也要上千人民币吧。 应该是很舒服,没有错。 所以呢,可能很多人穿,但款式,颜色,还有日常穿啊。 我的话呢,在意舒适度,绝对也会看颜值。 如果你们已经有了啊,当然可以继续穿下去。 但接下来打算买鞋,或者是在犹豫什么款。 这些朋友呢,希望这期内容可以给大家供个参考。 代替它啊,真的是又舒服又好看,还不贵的鞋子,一定有,相信我。 那么网上删除了一大堆不能买的鞋,剩下呢,也没多少了。 接下来呢,我们就看一些具体的。 卡其色的这双雪地的马丁靴啊,这双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。 但你要问我买嘛,我不会买。 如果你那里是在冬天啊,一直下雪,或是要去郊外旅游,比如气候非常冷的地区,像中国的东北啊,日本的北海道啊,或者是北欧啊,应该非常的适合。 一般日常穿啊,你说配什么裤子呢?使用率真的不是很高,可以趴死掉。 还有就是彩色的高帮鞋。 单看鞋子非常的好看,但你要是35岁到70岁的人啊,穿在脚上啊,不会太显年轻。 颜色太亮了,高中生、大学生穿的比较多啊,我想象不出一个中年人,更别说是老年人啊,穿成这样的靴子出门,配什么裤子。 当然呢,如果你长得就是像20岁,没有任何问题,我的意思是说,还是要看人的脸,身材,还有穿搭风格。 只是呢,我觉得中年嘛,如果穿的更加体面,更加有质感的休闲装,可能会更符合这个年龄。 不是说穿的优雅就显老,穿潮牌就显年轻,这种街头风啊,运动风啊,真的非常挑人。 其实呢,我大学的时候呢,就非常爱这种挺显眼的高帮鞋吧,就是去美国大峡谷的时候一直穿着它。 现在回想起来,再看看,如果现在的日常生活中,我绝对不会再去买这种鞋了。 彩色鞋,一双鞋里的颜色太多,其实我本身不是很抵抗的,具体呢,还是要看款式。 如果全身的衣服你都是黑色,鞋子呢,我可以选彩色的,但是衣服一旦有了其他的颜色,这种鞋子真的很难打。 左边的颜色不仅是笨重,鞋型圆圆的,像个面包,脚又细又长的可以,腿又粗又短,还很普通啊,真心不推荐这种鞋子。 右边的话,穿上其实还可以,像我妈妈她就非常喜欢买这种稍微带点颜色的运动鞋。 这类就是类似于跑步鞋吧,比如说去健身房,可能会用得上,但是你要说日常生活中,你穿它去逛街,有点就是很难想象它在配什么样的衣服。 我可能全身都会配运动装,所以呢,选带颜色的鞋子,真不如选这边就是干干净净的纯白色的,你们看哪个更显高级。 我叫它高铁面包鞋,鞋头短,圆,整体用的面量是比较厚。 视频的前也许你有穿这种鞋啊,我想这里说明一下,不是鞋子丑,而是我不适合。 有小腿肚子啊,会直细的,非常漂亮的,还有脚踝啊,也很细。穿这种面包鞋啊,非常的漂亮。 你像我腿上的肉就太多,穿这样的鞋子显得我整体效果就更圆了,所以我不会穿这种鞋子。 日常穿跑步鞋,就是这个样子的鞋子呢,我家也有类似的,健身房里可能用过几次吧,可以这么说。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,单看它的鞋子吧,真的就是还不错,它还不便宜。 你要说是灰色系吧,多年以来我一直深爱的就是这种日本的限量色,穿坏了不知道多少双了,小朋友也穿,大人也穿。 很多人问我,你怎么总是穿这一双鞋? 我说一模一样的鞋子,我换了最少有六双了,同样的颜色,就这么执着。 主要是这双鞋子太百搭了,你穿衣配鞋子的时候真的不费脑子。 这个图案啊,大家都不陌生吧,这个牌子最早是日本的高中生大学生们在穿的,实际上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。 说心里话,真的没有看到过40岁之后吧,甚至说是35岁之后的日本人穿这个牌子的,我没有见到过。 如果说是,只是说日本人啊,如果说有大街上有穿的话,他也许就是华人。 这个的陶芯的图案呢,小朋友就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陶芯啊,五角芯啊,就是这种图案。 所以他们偏年轻的人啊,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图案。 价格,如果我对比的话啊,可能没有这个陶芯的图案,便宜,而且还好看,还显高级。 其实这个红芯翻白眼的logo啊,中年人应该翻篇了。 说着说着就可能帮你们要省钱了,不要买这种贵的品牌,还不如买一个普通的鞋子。 圆头的小白鞋,这个款呢,我无话好说,男女都爱,真的穿的特别多。 大家有点遗憾啊,这个边儿,如果说纯白的边儿也许会更好。 真的好像没有几个像我这么挑剔的人。 我觉得上脚之后呢,效果我发誓,就是看到别人穿的时候,我不会买。 鞋头呢,有点小,而且它鞋身有点扁,穿阔腿裤的话,感觉整体的效果呢,就是有点不平衡。 其次呢,你要穿瘦身裤的话,你腿型必须要特别好看。 单看鞋子是不丑,但是呢,不想搞那么复杂,我干脆就选纯白边儿,就是稍微有点立体的款。 这样的话,腿型看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显臃肿了。 最后一款呢,就是黑白配了,你们绝对有,绝对有,因为呢,我也有过。 你们一定会说,这鞋子有问题吗?大家不都是这么穿吗? 很简单的款,颜色也没有那么复杂,好像没有任何问题。 但是做了服装行业后嘛,听设计师说的,很多鞋子呢,其实它都是会采用白底,好像已经成为了顺其自然。 但显廉价的同时呢,还嫌你腿短。 为什么呢?如果你穿黑色的裤子,或者是配白底的鞋啊,整体的话,可能就会矮那么一件。 如果你要配统一都是黑色的鞋子呢,可能视觉上会看得你更高一些。 右边我找了一款呢,热销的鞋子啊,款型真的是很相似啊。 左边呢,是不是显廉价了?我们仔细再看看它这个牌子,还是阿迪达斯的。 和这个牌子真的没有关系,右边的还便宜。 链接呢,我会找出来供大家参考。 这些呢,只是我的一些小经历啊。 当然呢,也有个人的爱好存在里面。 时尚呢,这个东西真的没有错和对。 舒服、开心就是前提,那是最好的了。 花钱百搭不厌,如果还可以的话, 用平价穿出那么一点点的小高级感的运动鞋。 我们仔细对比,再好好地找一找,其实真的有很多。 我找了一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, 而且是款式、颜色、舒适度都不错的鞋子。 销售量也比较高,都是日本的。 也不知道能不能发到海外去啊, 就是供大家参考吧。 好了,那这期就不多说了,下期见吧。 またね。